作为柔博州卫生级团结委员会主席的林天顺 其所使用的JDT9官车日前滥用了紧急车道 视频被人拍下并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 就引起网民的大罚 纷纷要求林天顺做出解释 他昨天在新山出席活动时就发表道歉声明 并强调会对这起事件顾上所有的责任 他说有关的事件在周一9月12号早上9点多发生 当时他正在从永平赶往八珠八峡准备出席一场活动 因为赶时间司机根据导航指路 以为旁边有小路可以转入捷径 因此才犯下了失误 他也说到官车确实是由他所使用的 因此还有必要顾起这个责任 他也对司机的鲁莽驾驶行为跟大众来道歉 他披露司机已经被警方传照问话 也接到了法单 八珠八峡警区主任伊斯迈助理总监 事后也已经证实此事 六百千 五百可以 十八 四十五 八 七 四十五